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有讲问答 游戏室玩环节中推荐的游戏叫什么名字 A 边疆旅行 B 边疆战士 C 边疆英雄 D 边疆小精灵 参与回答的小伙伴们请扫右侧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SYMMDA添加我们的微信 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哦 打对的小伙伴们均有机会获得20QB哦 也可以登陆口袋巴士论坛 进入手游视频播报专区 参与论坛活动 允许丰厚奖品 海浪的SB等着你哦 随着电影《变形金刚》的大热呢 《变形金刚》成了热门的手游题材 不久前呢 游戏开发商就宣布将推出一款 全新版本《愤怒香鸟》《变形金刚》 宣战边采用了经典的美版《变形金刚》画风 《变形金刚》呢 也做成了原版动漫与怒鸟游戏的《remix》 顺利过去回忆有没有 脱落起来降落的外星巨蛋打乱了生活 为了保卫共同的家园 愤怒的小鸟和蠢萌的绿猪 变成为汽车鸟和霸天猪 一致对抗邪恶的外星巨蛋 哎 这么高能的游戏 要么就是游戏开发商脑子去水了 要么呢就是真的一款诚意之作 这款游戏究竟如何呢 我们就要等到10月15号 正是上架iOS平台的时候 再做平坦吧 继《博德之门》和《博德之门2》的增强版之后呢 Dimdown公司进去举行了PAX展会 他们宣布呢正在出作《冰封舞增强版》 此版新作呢加入了2000年版本中被删减掉的内容 并新增6个拓展任务和60个全新倒计和2个拓展包 以及《博德之门2》增强版的31个全新职业 装备组合呢以及122个全新符文 啊 怎么这么多 听到这么多更新你是已经心动了吗 不仅如此哦 在游戏的全新多人模式中呢 最多支持6人一部挑战 平台方面呢不仅兜录移动平台 还会在PC以及Mac平台推出 预计呢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登陆LS以及安卓双平台 但我偷偷告诉你哦 现在可以登陆官网花费19.99美元预订该版本的游戏内容哦 只要998不要错过哦 又到了新一集的视网 你好啊 你好 你回来了 有没有想我 嗯 没有 有小夏其实就不那么想 不让你说话 其实我在这里刚才批个谣啊 就是说那个观众留言 说主持人去哪了 问的是我 不是你 刻意刷存在是吗 嗯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游戏是可以叫做寓教娱乐 嗯 为了那防止学生上游玩游戏被吊打呢 我特地给大家找了这款作为边疆战的游戏 听起来就很无聊 哎 对 还就是什么无聊哎 让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边疆英雄一款画面精美的休闲意志游戏 带你探索美国历史 摸摸打指数四颗星 游戏已经在APP国服上上架一段时间了 今日有更新 游戏呢 整体画面相当的萌 呆萌的大叔和吉普赛的妹子 看上去都那么亲切 和他们在一起就有高智商的优越感 实际的游戏画面呢 有看弗来是动画的感觉 关卡的设定呢 非常有意思 以美国五个时代的人民为代表 从原始的印第安人 一直到现代的美国人 都有不同的小游戏 与当时的情景相对应 非常有趣 马克先带领大家走进印第安人吧 首先呢 是防身必备技能 非师傅 一个小光点在画面中不停移动 玩家要看准时机点击屏幕 只要师傅能够命中目标 就能获得分数 时机上手 感觉还是挺难的 需要多加练习才能玩好 想要吃饱就要打猎 必须学会射箭 这里的终极目标 其实是一个难过 玩家开始后 是看不见靶子 需要在悬崖上 拉弓射箭 屏幕中呢 会显示上一发的飞行轨迹 没射中的 就慢慢调整吧 只要有耐心 最后也不一定能命中目标 吃饱了 接下来就是勾合完会了 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太古达人啊 看准屏幕中的节奏提示点 点击屏幕即可 需要注意连机的节奏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瞎点可是会扣分的哦 别耍小聪明 钻木取火呢 其实是个技术活 玩家需要在屏幕上方的限定时间内 通过快速磨擦屏幕来让火升起来 失败的话 会有一个印第安小姑娘失望的背影 相当凄凉啊 最后一关是包老玉米豆 包完之后还要碾抽玉米粉 两道工序就能做成香喷喷的炸鸡 哎呃不对 不对 是玉米饼 同样也是点击屏幕来包豆 左右滑动石墨来压出玉米粉 还挺写实的 说实话玩起来挺累 啊 这一轮下来 马克我真有点体力不支了 实在是没法坚持到文明社会了 不过游戏总体还是比较有心意的 把一个厚重的历史题材 通过无数小游戏串联在了一起 欲叫欲落 值得推荐啊